经常有听众问我,怎么样才能成为主播?我普通话不好怎么办?我觉得自己声音特别难听,有没有办法改变呢?为什么我已经很投入了,读出来的东西还是特别平淡呢? 针对大家的问题,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,化繁为简称了十节课,将于2月22日开始,连续十天进行微信直播。欢迎零基础的朗读爱好者们报名参加。 添加微信公众号静波频道,回复朗读即可获得报名链接。 静波的美读课,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朗读者。 一篇文字,一首歌,一种声音,一份私藏。 欢迎收听,静波频道。 与其热闹者,引人夺目,步步紧逼,不如趋向,做一个人群之中,真实自然的人。 不张扬,不虚视,随时保持退后的位置。 心有所定,只是专注做事。 晚上好,朋友们,我是静波,欢迎来到静波频道。 刚才这段话出自安妮宝贝的作品《宿年锦时》。 今天是元宵节,窗外炮声隆隆。 本来我不打算录音了,可是我看到连悦先生的一篇文章,就突然觉得,为什么不纪念一下呢? 所以呢,我今天就要在窗外这炮声隆隆下,录下这篇文章。 就像这篇文章最后提到的,对很多人来说,元宵节是假期的正式结束,和家人一起吃完元宵,然后反省,行动,为了他们更好,自己变得更好,一年都不要偏离这个主题。 所以,我也借用这篇文章,希望大家在今天之后会越过越好。 好,下面一起来听连悦先生写的,你说人生是贱物,可我要靠什么来悟? 人需要一直改变,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在改变,你的见识更加高明了,你总会意识到,有些东西不再适合自己, 不改会妨碍自己,这是人生艰难的地方,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。 在禅宗中,有顿悟见悟之分,顿悟就是瞬间想清楚了,像灯泡突然通电,一瞬间由暗到亮,进入完全不同的状态。 贱物则更像看日出,慢慢地变得光明。 即使我们不是禅师,这两种状态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它就是人生的两种改变方法,我们都体验过。 生活中的很多小改变可以是顿悟似的,你想做就做得到,比如有人说想早起,遗憾的是晚上很迟才能入睡,早上起不来,它想等一个早早睡着的奇迹。 真想早起,真想早起,把顺序做一个调整就好,挑一天,最好就是明天,不管你今晚多迟睡着,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,到了晚上,你困得不行了,自然就早睡了。 顿悟式的改变,这就完成了。 很多这种马上就做的小改变,收益却很大,值得尝试,尝试不成功,你也没什么损失。 有人想跑步,提升自己的体质,如果你已经拥有一双跑鞋,我建议你什么也不要想,穿上它,马上去跑,只跑五十米,一百米也行。 估计开始,你跑这么远的时候就会喘,喘了就停下来,不要让自己太辛苦,明天也不要多想,想跑就跑上一小段,很快的你就会跑得有模有样,这一点都不难。 人的改变需要契机,有被动的契机,比如身体突然出现问题,进了医院,你出院之后,生活方式改变了。 孩子需要学位,你不得不买套房子,这套房子的升值让你改变了态度,你买了更大的房子。 遗憾的是,被动的契机太少,只靠它来提醒自己,远远不够。 蔡说,万一进了医院,就出不来了,那就彻底被动了。 人需要更多主动的契机,也就是说,要不停地想着改变自己。 从这点看,我认为,贱物更符合人性与现实,人是慢慢想明白的,人是慢慢地把事做成的。 可是啊,人很容易走神,围绕着一个主题持续聚焦,这也是个挑战,不容易。 昨天,很多朋友留言,反省自己可能过于严厉,过于苛刻,给家人带来困扰,反而抑郁了他们。 这种凡事多想家人受的影响,就是非常有效的聚焦法。 你变坏,你变好,受影响最大的,都是你的家人。 有一类人,永远不改自己的恶习恶德,让家人持续受害,让家人在他身边就痛苦,这是真正的恶人。 连家人都害,还能做什么好事呢? 连家人都换不起他的一丝怜悯于改变之心,这类人是属于不可改变的,只能远离。 更多正常的人,家人就是最好的改变契机,这可能是人会组成家庭的最重要的原因吧。 你爱你的家人,自然希望他们快乐、富足、成长,而得到这些,需要你持续增加能力,需要你的宽容、善良和理性。 这些因素,你即使原来少,也会在反省与行动中慢慢变多。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建物过程,这样的人,不仅仅是他的家人受益,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受益。 今天是元宵节,对很多人来说,这是假期正式的结束,和家人一起吃完元宵,然后反省,行动。 为了他们更好,自己变得更好,一年都不要偏离这个主题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能否听清,那仰望的人,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能否记起,曾与我同行, 像是在风里的身影。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,和会流泪的眼睛。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,哦,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,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请指引我靠近你。 夜空中最亮的心,是否知道,曾与我同行,的身影如今在哪里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是否在意,是等太阳升起,还是意外先来临。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。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。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,哦,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,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请照亮我前行。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,和会流泪的眼睛。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,和会流泪的眼睛。 我再去相信的勇气,哦,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,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哦,请照亮我前行。 哦,夜空中最亮的心,能否听清。 那仰望的人,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就会让我们叹覆醒明镜